聯通去年盈利增長一成一,超過預期 聯通維持今年建設5G機站目標不變 預計今年的5G資本開支350億人民幣 馬文偉報導 受疫情影響,內地5G網絡建設被迫停工 聯通說,今個月情況好轉 希望上半年能夠追回進度 第三季完成全國25萬個機站,年中正式商用 集團指,今年5G經營發展目標是5000萬戶 5GApp稍後才會明顯增長 去年盈利超過預期,賺113億人民幣,升一成一 收入2644億,升百分之0.3 末期息增加一成,到0.148人民幣 期內移動服務收入跌百分之5.3 移動出帳用戶3億1800萬戶,剩增加344萬戶 集團預計,今年資本開支由去年的564億增加到700億 當中一半用於5G發展,較去年的79億大幅增加 目前為止,警方半導致無法 걸로為設計 主持人員提供幾乎已成功 新疑排過部份的電力 回到RW seo 開始 預先上市發展 評価補助 Malaysia